112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將在4月22號到27號在新竹縣舉行 大會聖火隊在4月12號上午 從本島起跑首站抵達新竹市 由新竹市長高鴻安親自率隊迎接 與新竹縣長楊文科進行燭火交接儀式 今天的全中運呢 非常感謝是由我們新竹縣政府 來將任主辦單位 那過程當中也可以看到楊縣長 非常認真的帶領著縣服的部分 大家團隊一起來想辦法 來把我們的全中運這麼重要的盛會可以辦好 所以今天呢 我們兩個有親自來做這個第一站的聖火傳遞 那我們派出的是我們成德高中體育班的同學 來接下這神聖的聖火 那我們今天呢 其實也看到我們楊縣長也親自來到新竹市政府來傳遞 表示說其實楊縣長在這個全中運的整個活動的辦理當中 都非常的重視這一場盛會 那同時呢 我們新竹市呢 我們這一次在全中運的項目當中 我們也參與了16個經濟項目 那也派出了400位的選手 所以我們希望呢 這一次我們在全中運新竹市呢 也能夠再次開出好的成績 甚至呢更創佳績 新竹縣長楊文科指出 今年全中運聖火傳遞 先前往金門以及澎湖等離島 昨天才回到新竹縣 將從即日起到4月19號 以逆時針的方向環台 並挑戰五大集點 凸顯全中運勇於突破 積極向上的體育精神 12年的全中運是在4月22號到4月27號 在我們新竹縣竹北體育館來舉行 那這一次距離我們上一次新竹縣 主辦這個全中運剛好差了50年 等於是半世紀之前 我們新竹縣舉辦過這個全中運 那如果跟上一次新竹縣舉辦全國性的賽事 是在民國66年的台灣區運 那距離現在也是47年之久 因此我們這一次舉辦全中運 可以講是全新的一心一意的 而且要求盡善盡美的來舉辦 這是非常難得的一次的全中運 我非常感謝高鴻安市長 也鼎力的支持 讓我們這一次全中運 一定會順利的來完成 新竹市在上屆全中運 共獲得12斤11銀 以及14銅的好成績 高鴻安也期免新竹市代表隊 能以超越自我的態度參加賽事 再度創下佳績 記者簡舒淇 新竹采訪報導